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七个多月 实验还会继续将近五个月 也就是剩下一百四十多天 好长的一段时间 High Seeds是由美国太空总署成立的火星模拟计划 位于夏威夷的茂纳罗亚火山 高度两千五百公尺的山坡上 组员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个研究的目的 是尽可能的模拟火星计划 这也意味着我们对组员们限制重重 群居生活定义了文明 人类很擅长群居生活 耐人寻味的是少人数的群居生活问题最大 注意到了吧 只有四个组员在场 其他两位是空盘子 当团队只有少数几人 任务成败的最大风险将是组员们不合 就算他们很专业 不会撕破脸 若因为合不来而沟通不足 就会出问题 跟坐过牢的人聊过就知道 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环境 会产生压力 无法随心所欲的随时做想做的事 就是一种压力源 而参加火星计划就得过那样的生活 我很明白 模拟所遇到的危险也比真实的火星任务少 但无所谓 模拟虽然 只是模拟 但对组员们造成的影响却是真实的 我们确实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确实已感觉到离开地球 而这也是美国太空总署想要研究的部分 这也是美国太空总署的